立法院今天原定表决由国民党立院党团总招傅宽奇 领先提出的环岛高铁花东快特别条例草案 不过绿营依旧猛攻这是乾坑法案 甚至传出要祭出人海发言战术杯葛 院长韩国瑜紧急暂停院会进行非正式协商 另外在野阵营提出的邀请准总统赖清德国情报告的案子 则是确定禁服二毒 但绿营也在要求协商 最后韩国瑜拍板 下周一花东案以及国情报告提案合并协商 再送院会处理 立法院院会开到一半 院长韩国瑜却突然宣布休息 因为这天的讨论议程朝野实在难以凝聚共识 在合作在骗大家 你用个特别条例要求政府骗的预算 这违反全力复利原则 再一次猛烘国民党立院党团总装傅昆奇领先提出的环岛高铁和华东快速公路 特别条例草案毁嫌乱证 但傅昆奇震头也大炮回击 是不是要用特别预算还是用基金 还是要用不受公共债务法限制 还是用取债的方式 这四种方式我们通通把它拿掉 政府零出资 希望能够推动BOT 强调绝部债留子孙 也正面回应上回协商 民主党担忧的财政纪律问题 释出善意不用特别预算 积极拉拢支持 财政纪律这些坚持的条文 我们已经提出了修正动议 傅昆奇总招马上表示支持 就怕蓝白再联手强压通过 传承民进党团也拟好人海发言战术 从大体讨论到逐条讨论 党团五十一位委员都要登记发言 两岸恐怕动用超过五十小时 还好韩院长紧急喊咖 让三党达成共识 重新宣战后再来处理 而同样得延后战场的还有这案 邀请赖清德总统进行国情报案一案 本案禁副二读 在严正宜出招提案邀请 转总统赖清德国情报告 但对于形势依旧没共识 13号预计和华东案一起协商 不过蓝白率先表态联手 预料利盈恐怕又将施下表屈带账 接台北综合报导